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结构 每张面孔 融装在一个富有多变化的小空间中 这会是什么样的神秘场域呢 王献川设计师善以图像与沟通 了解五种内心真切的向往 构筑符合需求与想象的空间 认为设计对它而言不是刻意塑造 而是发掘空间原本的存在 并让它显露出来 哈喽 献川 你好 你好 今天邀请献川亲自跟我们来讲解一下 跟屋主他们奇妙的缘分 特别不容易喔 因为听说本来屋主他们是打定主意 要自己设计这个空间 看到了你的咖啡厅之后 没想到打消了念头之外 还马上请你来帮他们动手 做空间的设计 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呢 在这个工领域空间 有很多献川在设计手法上面 处理的细致跟巧思 听说很多东西还是定做的喔 我们来看看吧 好 其实从玄关一路走进来到客厅 你的视觉很难不被 这一面主墙面吸引 而且像这样子的手法 在住家空间很大胆呢 献川 似乎在敲除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着痕留在上面 这样子整个墙面的表情就比较丰富 试听设备往上移 让这边的墙面维持一个一致性 就像是一个翼廊一样 本身主墙面是一幅画 然后这里又可以展示很多屋主 想要呈现的一些收藏品啊 画作 我们的屋主小两口呢 他们喜欢的就是 比较硬派的工业风 所以很多工业风的代表性的元素 在我们厨房通通都看得到 首先是这一面红砖墙 怎么会想要帮他这样做啊 原本厨房的空间 其实比较狭隘 所以当初是建议 将厨房的隔间墙敲除 就是这一道吗 对 没有把它全部拆除 而是指拆除局部 就是想要让原本厨房隔间的 轻隔间的骨架 让它裸露出来 还有我们在铁件上面 也有做特别的处理耶 因为它原本是厨房隔间墙的骨架 用一根钢柱立在那边 当作一个视觉焦点 然后钢柱我是刻意切断 整个空间的铁件处理方式 其实我用了三种 一种就是像这种钢柱 我就完全不去处 也不烤漆 就让它随着时间自然氧化 客厅主墙的黑铁板 则是烤透明漆 虽然我们烤透明漆 但是它本身还是会生锈氧化 只是它氧化速度会比 完全不烤漆的速度蛮多 如果不同的铁件空间过了三五年之后 所以它的样貌会不一样 除了这三种铁件处理方法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烤绵绵漆 绵绵漆 对我是用在工作区书柜的铁件上面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好啊我们去感受一下绵绵漆是什么质感 原来绵绵漆摸起来是这样子的触感 整个铁件感觉就变得更细致了 对因为这一区的空间 我是把它定调为属于静态的 因为这是屋主跟他女友 在这边上网看书或甚至打字的空间 所以我这边铁件使用绵绵漆 可是让人家感觉到是一种细致 一种精工的感觉 这个柜体其实又兼具 让猫往上跳的动线 这边可以看到猫的动线 这边是它可以交错的慢慢的接到上面 所以这整面书墙 它又是展示柜又是书墙 它又是猫的游乐园 然后猫咪可以一路从这个书柜 走到上面的这个天花板上面的这个猫道 在这个案子里面很不一样的是 所有家具都有轮子 它们都可以灵活的重新组合排列耶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生动的空间耶 包含墙面它会显着时间做改变 那还有在我们的工领域里面 沙发也可以自由的组合摆动 真的是充满了活力的感觉 这是属于二人二毛宅域 王献川设计师以家具 界定空间功能 透过材质的各种样貌 让整个空间充满了对话 满足对独特御所的渴望